今天凱莉來到節目當中啊 我們的真機冊要來考一下凱莉的網路用語 因為據說妳平常都是宅女待在家喔 我不知道凱莉已經搬來台灣住兩年了 差不多啦 就是沒有每天都在 就是有工作的時候就會在台灣 那沒有工作當然會回家 可是因為比較多時間還是在台灣 就算定居在這邊了 然後因為是宅女你知道 宅女應該都常常上網跟人家聊天吧 所以對網路用語應該很了解吧 因為我很少用國語跟人家打MSN 或者去上網看東西 所以剛剛妳問我咧 基本上都不會亂答的 就亂猜 主要是這一次凱莉在專輯當中有一首歌 是程善妮老師幫妳寫的 叫閃光俱樂部對不對 那我們就突發起想說好閃光啊 它其實在網路上也有一個意思 所以就來考一下凱莉的用語 就是我唯一知道的閃光 閃光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寫說是shining 或者是說 就是妳覺得有兩種意思 對 我覺得有兩種意思 就是第一就是shining 就是很 哇好亮這個人好開心看到他 就是覺得他就是 就跟藝人一樣 就是妳看到他 妳崇拜他或者什麼的 就覺得很羨慕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這是人家告訴我的 因為他們有跟我說過 你知道閃光俱樂部 也有變異詞喔 然後我就說是喔什麼 就覺得妳這個人可能很煩 然後在亮什麼 太刺眼 對 太刺眼 其實 其實都算對啦 不過你知道在網路上 有一個意思就是 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叫閃光 代表什麼 因為就是譬如說我是單身啊 因為你知道網路上 宅男宅女很多 那宅男宅女大部分單身 然後我單身 我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人家男女朋友 這樣子手牽著手走過 我就覺得喔好刺眼喔 然後就叫閃光 所以人家後來講到閃光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講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有沒有很厲害 真是 我真是不能理解這個 真的 台灣網友非常強 然後閃光跟下面這個詞 其實是有相關的 牽可乳是什麼意思咧 這更慘 因為可乳是 我知道它有一部電影 就是跟狗狗有關係的 對 再見吧 應該牽狗吧 或者你知道 可是我第一次念的時候 牽可乳我想 一種飲料吧 不是 不是飲料 牽可乳 就是可乳它在電影當中 是導盲犬有沒有 就是眼睛看不見的那個 同胞們就要牽導盲犬啊 然後它跟上面這個字是 兩個是相關的 就你看到人家男女朋友走過去 你有覺得 喔好刺眼喔 閃光好刺眼 快把我的可乳牽過來 就是你要把眼睛閉起來 不想看 然後就要可乳戴著你 好吧 好不好 我要那個 慢慢的去了解 所有的這個用語 可不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可以有一種 無奈的感覺 好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 其實這都是網路基本的耶 真的 鄉民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我會覺得是鄉巴勞 就是 你很勞圖的意思 就是什麼都不懂 的意思 不是 鄉民 其實鄉民也很難解釋 鄉民就是 還是同胞嗎 差不多 同胞的意思 在這一個 同鄉的意思嗎 類似 但是這些同鄉 他們都在網路BBS上面 聚集在一起 我知道 就是比如說 你可能是服裝的BBS 就是Fashion的BBS 所以你就是這個的 不算 應該就是說BBS愛用者 就叫鄉民吧 對 BBS愛用者 這樣有了解 所以以後你就可以就是 譬如說辦什麼網劇之類 你就可以說 各位鄉民大家 學起來 再來下一題 丁丁是個人才 有一點點猜對了 Kelly寫 笨蛋 或是相反 你不確定是哪一種 對 因為丁丁是個人才 那這個人 是人才 所以你是在稱讚我嗎 還是你是想憋我 就是說我是個笨蛋 可是你不是寫丁丁四個人才 我不知道 其實是笨蛋的意思 就是腦殘的意思 你知道腦殘是什麼意思嗎 我知道 腦殘 這是源自於網路上 有人有時候畫了 那個天線寶寶的一個漫畫 但是那個漫畫很白癡 就在裡面都亂搞 就不是真的沒看過 然後後來畫一畫之後 大家就開玩笑說 丁丁是個人才 但其實是說你很腦殘 我真的也不能了解這個東西 但是你就學起來以後 你如果碰到有人就做了很 可是你會怎麼造句子 比如說你就 如果你在跟我MSN的話 然後你覺得我有腦殘 那你會怎麼寫 我就寫 我只能說Kelly 丁丁真是個人才 好像國文課還有文照句 好難喔 沒有 真的 我在想這要怎麼造啊 我告訴你 中華文化國大精神 真的 再來呢 這個也要教大家一下了 很多人不知道 頭香 Kelly寫 做No.1 或頭很香 你剛剛跟我說你覺得是洗頭 然後頭很香的意思 對對對 應該是有洗頭是頭很香 可是 後來 就有聽到同事說 頭香應該是第一吧 我想說 對喔 可能 對 人家就是說搶頭香 就是搶頭的 對 就是搶第一個的意思 這有答對 有雷這個也很 也不容易啦 有雷 Kelly寫 有點生氣 要生氣了 要生氣了 其實有 要暴跳如雷了嗎 我發現你的聯想力其實還蠻強的 就亂猜喔 因為我都沒有一個會 就是聯想力很強 但是沒有猜對 對啊 就是有雷它 它也是從日本語來的 還是那個有雷 是那個嗎 好可愛 有雷就是講說 有地雷 對 就是譬如 所以要閃開 對 聰明 就是要閃開 是譬如說 我跟你講Kelly那個 那寫地雷就好 幹嘛要寫有雷 簡稱嘛 網路你知道大家打字有沒有 都喜歡說短 然後譬如我跟你說 Kelly我昨天看一部電影很好看 然後那部電影的結局是什麼 什麼 這就叫做地雷 因為你還沒看 但是我告訴你結局了 你會不會覺得 所以你要怎麼照這個句子 就是我就會說 我要告訴你 一部電影的劇情 但是以下有雷 以下有雷 對 就是或是說 以下很精彩 以下就是會把劇情 透露 透露 講出來 然後你就 你看電影的時候可能就會沒樂趣 因為你就知道結果了 太難了 也會很難 真的 其實這些都是在BBS上面 所以網路可能還好 BBS還滿常用的 對 所以就可以把它學起來 你看你這樣回去之後 就可以跟同事炫耀 真的 有沒有 那個宅女影又 沒有 可能我也不會用 你知道 可能如果看到 我同事可能他有 覺得他可能有點傻的可以 我覺得 唉 我家是出了叮叮什麼 可以 可以 欸 他有天分 這女孩有天分 可以啊 OK的 太難了 沒有我講到 叮叮有個什麼 他們就應該笑我了吧 講不完 然後說 起笑我也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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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過Kelly這次在這個專輯當中 閃光俱樂部這首歌其實 並不是完全在講男女朋友啦 對對對 它是說 嗯 就是閃光俱樂部 大家其實都可以很shining shining很正 就是正確的意思喔 很亮眼 很亮眼 很開心然後 不管你是宅女 或者你是 美女 胖的 肥的 瘦的 矮的 高的 你到了自己的店裡面 到了一個自己的舞池裡面 你都可以自己在發亮發惹 就是用自己的歡樂去玩 不用去管別人怎麼想你 或怎麼看你 好 這次還有簽唱會的訊息 要跟我們分享對不對 對對對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上我的部落格喔 匹克方 然後搜尋Kelly 潘嘉莉 可以跟我聊天 如果要留言的話 然後你們要留這些用語 我都會了 真的 然後就也可以 看看我的每日心情啊 聽聽我的新歌啊 看看我的MV啊 還有知道我所有的通告的詳情 而且這次看那個Kelly的 就是雖然是簡體字 但是都是你自己打的 親手打的啦 對 對不起大家 我的繁體字 如果我寫的話 可能你們會看不懂 因為我也不懂是對的 還是錯的字 然後可能 要麻煩大家看看就是 簡體字 不好意思 真的 好 大家記得上網去 隨時注意一下Kelly的 最新動態了 今天也謝謝Kelly來到今天班 謝謝Windy 謝謝大家 讚集還想還你的 謝謝 謝謝 真的一刀兩刀 看看世界是不是一樣 謝謝各位 總算還你的 一かの死 希望 不要讓夢轟轉 要在自己飛球 要更加大量 站在期盼前 尽算爱的能量 一开始要把眼泪擦开 我心里呼喊 一个人看着一片天空 它慢慢的从灰色变蓝 一个人在这一片朝城 好一个孤单流的汗 因为胜利鼓掌 将还是阳光 现实遗忘让我跑过黑山 它们独自说 忘了梦好简单 那些年的一切 情节已干两段 一开始要把眼泪擦开 我心里呼喊